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您万事如意 何家欢乐 在总编辑时间春节特别节目期间 我们会就某一特定的地缘政治话题 与您一同进行回顾和展望 这次我们来聚焦大国俄罗斯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俄罗斯人的新年有什么不同 你可能听说过俄罗斯新年 葱树会摆放到五月份的节日 这样的笑话 但这并不是道听途说 俄罗斯人对圣诞树的特别偏爱 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其他国家这种象征节日的物件 基本上过完新年马上就撤走 第二种不同则是在俄罗斯要过两次年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 当时政府决定废除旧俄历 改用更精确的功力 但是由于日期不同 就出现了两个意义相同的节日 12月31日和1月14日 所以俄罗斯人至今都在过两个新年的节日 另外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是 俄罗斯的新年主角有两位 一个是严寒老公公 还有一个是雪姑娘 在俄罗斯圣诞老人被称作严寒老人 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 严寒老人和雪姑娘会出来给小朋友送礼物 最后在跨年夜 除了有香槟柑橘 还有奥利维耶沙拉这些东西之外 同样必不可少的 还有一部叫做《命运的捉弄》的电影 这部电影自1975年上映以来 已经成为俄罗斯家庭迎接新年的保留节目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世界百年变局的背景之下 中俄成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力量 构清一年里 中俄关系经受了世纪疫情洗礼和百年变局考验 双方守望相助 共抗疫情 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逆势前行 让我们来看一下 俄罗斯记者卢宇光的专题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当今俄中关系已经发展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高水平 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的利益 俄方也愿意同中方在更广泛的领域深入开展合作 普京说这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这是对当前俄中关系的精确的概括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 中俄关系是面向新时代大国关系的典范 尽管面临着疫情及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的好烟 2021年 中俄经贸关系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全年贸易额超过了1400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据俄罗斯央行和海关署的统计 人民币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中的占比 已经超过了17% 在俄罗斯国际储备中 也暂比已超过了12% 目前中俄政府已经签署了 关于支付和结算的协定 两国的央行已经于2020年 续签了本币互换的协议 为扩大本币的结算奠定了基础 双方还将继续支持在双边的贸易 投资和信贷中 进一步扩大本币计价的结算 张汉辉强调 美国联合其西方的盟友 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科技人文的领域 对中俄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 大搞长臂的管辖 对两国政府部门企业和人员的滥用 制裁妄图阻止中俄的发展 针对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的政治 中俄必须要不断深化背靠背的战略协作 加强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并有效应对和反击美国和西方的阻止的行为 那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 坚决反对将与疫苗相关的一切的议题的政治化 这也是中俄两国的一贯的立场 那么中俄目前所实施的疫苗的政策 这符合各自国家以及民众的根本的利益 2021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式 确立20周年 20年来两国在很多具有战略意义上的问题上 达成高度一致 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正是由于拥有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坚实基础 双方得以进一步地在互量互让的前提下 展开更为深入的互助互惠合作 正如普京所言 俄中关系堪称21世纪国际关系的典范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慕邻友好合作条约 延弃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022年2月份 普京总统将来中国与习近平主席共赴冬奥之约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这将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 凸显了对中国合作 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特殊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 疫情依旧在持续蔓延 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 中俄处变不惊 并肩抗议 同时有效地开展双多边合作 践行了休期与共守望相助的新时代精神 可以说 作为21世纪大国关系中的典范 中俄当之无愧 然而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却频频地遭到部分西方国家的诋毁和误解 有西方媒体以警惕的眼光 揣测中俄正在结为同盟 与西方国家西方世界相对抗 于是我们看到 美国近年来不遗余力地打压 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动辄对俄罗斯企业和官员挥舞制裁大棒 同时还在涉台 涉港 涉疆 涉藏等问题 等关系中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 贫采红线 企图全方位地遏制中国的发展 种种行径充分暴露出 美国仍然是固守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的心态不改 与中国的多极化潮流是背道而驰 回顾过去一年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已经进入成熟期 两国领导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系的重大问题 经常交换意见 这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月10日 俄美两国在瑞士日内瓦就核军被控制 核因乌克兰引发的紧张局势进行磋商 这是双方领导人去年6月确立战略稳定对话机制后 举行的第三轮会晤 1月21日 俄美外长也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会晤 新年一时 俄美为管控安全风险举行的一系列对话 值得欢迎 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双方计并没有快速解决的方案 俄美关系的紧张局面仍将持续 让我们看一下卢宇光的专题报道 那么去年6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日内瓦举行了会晤 就启动俄美双边战略稳定的对话 达成了有限的共识 那么此次首脑的会晤虽然为俄美恢复冷静对话提供了契机 但是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转暖 那么去年的7月份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 在日内瓦举行的首轮俄美的双边战略的稳定对话上 由于双方在军控的议题上的立场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话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去年12月份 俄美两国领导人就俄乌边界紧张的局势等议题 相继举行了视频的会晤 以及电话的会谈 双方的态度强硬 各说各话 并没有改善俄乌边境及两国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俄美中岛条约失效之后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成为两国唯一的军控的条约 那么去年两国二月份商定 将条约有效期延长至五年 双方都有意愿利用这五年的时间达成一个新的军控的条约 那么近年以来 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围绕着乌克兰问题关系 持续紧张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企图通过强化军事合作等方式拉拢乌克兰 并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军事以及政治的围堵 并不但渲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 俄方则强调局势继续恶化 是因为北约不断地挤压俄罗斯的安全问题 也多次抛出了红线 此外呢 在网络的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议题上 俄美双方的分歧也相当地突出 那么可以预见 新的一年 美国不会停止对俄罗斯的围堵与打压 这必将会引起俄方的强烈的反制 俄罗斯塔斯社发表文章 梳理了俄罗斯在2021年所应对的外部挑战 主要涉及俄美关系 北约安全威胁 俄乌关系 还有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文章指 自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以来 俄美两国首脑已经进行过多次的通话和视频会晤 并且在6月份举行了线下的峰会 2021年的12月 俄美两国领导人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 相继举行了视频会晤和电话会晤 但是都无疾而终 时间来到了2022年 新年一时 美国和北约等组织与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紧急会议 1月10号 美俄代表在日内瓦会谈 12号 俄罗斯与北约在布鲁塞尔会谈 13号 俄罗斯与欧安组织在维也纳会谈 21号 俄美外长在日内瓦再次会面 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 因为乌克兰问题持续紧张 甚至被誉为冷战时期 后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此背景之下的多重会谈 犹如在地缘政治大气局上的高手对决 将对接下来的地区局势产生直接影响 然而会谈并未明显地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多名西方国家高官认为 目前欧洲上空战争乌云密布 有分析人士指出 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缺乏战略互信 多重因素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 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 这次三场对话更像是一个长期对话的开始 地缘政治紧张局面在今年仍将持续 但通过对话管控风险的势头将有望保持 总体而言 俄罗斯和美国的矛盾不会轻易地烟消云散 而这也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牵动欧洲安全局势的最主要矛盾 近年来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也间接地给欧洲安全形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下一节总编辑时间 我们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欧洲的关系 稍后见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吕宁斯 新年一时俄罗斯先后与美国北约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的三轮外交对话 但是俄乌紧张情势仍在升级 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分析 俄军共掉下了12.7万人 已经在边境集结完毕 随时可能入侵 俄乌局势究竟会如何影响周边国家的关系乃至全球局势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凤凰卫视记者曹杰的专题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进入2020年变得更加的复杂多变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更愿意相信一场战争一触即发 乌克兰目前从东部到北部 尤其是我们早前所前往的边境地区 当地民众的想法呢也是不一样 有些民众认为现在战争呢是难以避免 或者是从长远来看战争难以避免 他们选择的更好的方式还是能够看到两方面能够和谈 但是有一些居民尤其是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更加的倾向于同俄罗斯归并 并且呢能够尽早的实现自治 所以呢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北部地区 当地呢对于基辅中央政府来说呢 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且呢基辅政府如何来处理当地的边境的局势呢 其实要非常的谨慎 那在一月份之后已经看到呢 包括北约 包括欧洲方面以及欧安组织方面 都轮番的同俄罗斯方面展开了谈判 但是呢不见任何的进展 尤其是美国方面呢甚至做好了 要做好两手准备的打算 告诉乌克兰也告诉他的欧洲盟友 那是不是意味着俄乌之间一场战争 一场区域战争在所难免呢 现在看来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是依靠多方的力量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力量 来从俄罗斯展开谈判 还是主动出击 组建双边的会谈 那现在呢其实这两个方式呢 乌克兰方面都不愿意选 或者是都觉得选来之后呢 其实胜算也没有多少 所以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 在考虑是不是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和普京三方举行对话 用最简短的方式来勾画目前大家最能够达成的共识 而这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呢 在进入春天之前 相信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呢 能够给当地的局势带来好转 那其实呢这也是会打消当地的一个疑虑 因为现在在当地可以看到 很多民众呢都非常的担心 俄罗斯的军队会借着春天来临之前 土地解冬之前大举进攻乌克兰境内 而且呢认为呢如果一旦进攻的话呢 可能在一天甚至两天的时间里呢 就会给乌克兰带来沉重打击 而这也是当地人绝对不喜欢看到的 俄罗斯与乌克兰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 两国国际的发展走向 对于毒联体的稳定 以及欧洲战略格局都有重大的影响 近段时间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 尤其是顿巴斯地区一带 突然出现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导致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也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武器销售和军事援助 加大了在东欧的军事部署 通过调兵遣将 摆出了准备全面动武的强硬架势 而这些都进一步的加剧了俄乌情势的紧张 也给欧洲安全形势 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 有分析人士指 俄乌关系骤然紧张 与今年初以来的乌克兰东部 顿巴斯地区局势恶化有很大的关系 顿巴斯位于俄乌两国交界地带 据统计由于顿巴斯的民众 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族 在认同感上更强向于俄罗斯 因此顿巴斯地区长期以来 一直是高度自由的自治地区 近年来还想脱离乌克兰政府 成立独立共和国 或者干脆加入俄罗斯联邦 这成为乌克兰的一个心腹大患 由于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 和民族矛盾等复杂问题 顿巴斯地区长期以来 一直是动乱不已 而为了平息顿巴斯的叛乱 乌克兰采取了诸多强有力的举措 包括抽调其他方向的兵力 向他们部署在顿巴斯 把他们部署在顿巴斯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甚至亲临顿巴斯前线 检阅了当地驻扎的 俄罗斯精锐部队 乌克兰为了获得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在俄罗斯已经答应 已经在各种场合多次明确否认的情况之下 乌克兰仍然反复炒作和不断渲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 例如之前 乌克兰情报局的高官率先发声 宣称俄军在俄乌边境部署了近50个迎击战术群 近10万大军可能在2022年初对乌克兰发起攻击 后来美国的《环顺东邮报》 又援引了所谓的情报文件称 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将动用100个迎击战术群 大约17.5万大军 无疑 这些言论都将会进一步的加剧 乌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以推动俄乌两国接近战争的边缘 俄乌局势紧张升级 欧洲各国支持乌克兰态度也出现分歧 有分析说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飙涨 使得能源市场蒙上一层阴影 让我们来看一下凤凰卫视记者曹杰的专题报道 2021年的俄欧关系的争议点仍然是在俄罗斯和它临近的欧洲国家 尤其是我现在所在的乌克兰 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 乌克兰就对外界表示担心 认为在同俄罗斯接仰的边境地区 有越来越多的俄军在当地住房给乌克兰带来强大的军事压力 并且让战争一触即发 为此乌克兰方面不断地寻求欧洲方面的帮助 以及北约方面的更多的军事支持 尤其是北约在欧洲的成员国 但是无论是欧洲的国家 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方面 都不愿意卷入一场可能会发生的 乌克兰境内的地面战争 并且更加强调的是俄罗斯 应当考虑同乌克兰展开更多的谈判 可问题在于乌克兰方面 尤其是总统泽连斯基带领导的政府 尝试同俄罗斯方面展开谈判 这是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拒绝 所以无论是乌克兰方面动议才进行的谈判 还是欧洲方面尝试同俄罗斯展开的谈判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更多的进展 进入2022年以来 我们看到1月份的 无论是北约方面的 同俄罗斯方面展开的对话 还是欧盟方面同俄罗斯展开的 全员国展开的对话 其实都没有太多的进展 与同时俄欧关系在另外一方面 也体现在双方的经济上的相互的撤肘 尤其是在能源经济方面 在2021年我们已经看到 由于俄罗斯在输往欧洲大陆的天然气问题上 不断出现变动 导致不同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天然气供应不畅 并且引发了连串的能源危机 所以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其实欧洲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想法 像是英国就比较明显 他仍然是支持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 认为应当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 但同时英国方面也一直在强调 不愿意以更多的以军事的行动的方式 来卷入俄罗斯同欧洲之间的争端 尤其是在俄欧边境外上的问题 所以整体来说 俄欧关系在2021年进入到了一个紧绷的态势 而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俄欧关系有好转的迹象 去年的12月8号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正式地就任 德国联邦的总理 欧盟最后一个阻止欧洲发生冲突的国家 出现了变局 在此之前 俄罗斯利用自己丰富的能源储备 小心翼翼地维持着 它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关系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 为了确保国家能源供应 在废除核电站停止燃煤发电机组之后 决定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然而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 坚决地阻止德国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而围绕着修建天然气管道 美国与德国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 俄罗斯终于完成了天然气管道的修建工作 可是如今 德国新政府明确地表示 2022年上半年之前 德国不会批准天然气管道正式运营 那么这就意味着 俄罗斯投入巨额资机修建的天然气管道 最终可能会成为一个摆设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与其说是一个能源通道 不如说它是俄罗斯维系和欧洲联盟国家关系的最后一座桥梁 北京的《环球时报》对此发表评论文章 指在欧盟天然气因为全球供需失衡而供应紧张 价格上涨的背景之下 加上欧美不断试图将北溪二号项目作为制裁俄罗斯的筹码 而使其波折不断 欧盟不论出于转移国内视线还是地缘政治考量 在气价危机背景下 不仅不能够选择同俄罗斯加强合作与协调 而且维护共同利益作为缓解欧俄关系的突破口 反而将天然气贸易这一商业问题愈发政治化 给俄欧关系 欧俄关系注入了更多的负面因素 这也进一步地影响了欧盟在天然气问题上的评估和认知 无法理性地看待市场因素和全球供需的结构性态势 从俄罗斯的视角而言 欧盟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在削弱 俄欧双方业以稀薄的政治信任和商业传统 普京表示 俄罗斯向欧洲市场供应更多的天然气 比较有助于平易价格 但是欧洲国家目前还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相向而行 短期来看 由于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欧盟大国 在今年都要面临国内和欧盟自身的重要政治议程 处理对俄关系在重要性和意愿上都不太高 这样一来 欧俄关系恐怕会在跌跌不休的困境中 磨爬滚打一段时间了 好 最后请您浏览2021年俄罗斯相关的其他重要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半年初一 祝您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